按一下這個button 我仿佛 可以幹嘛 按button會有聲音嗎 會有奇怪的那個效果 看個老闆在這裡 感謝大家我們的頻道 在2023年的5月31號 正式達成百萬訂閱了 所以到現在拍其實已經101萬了 別人都是百萬訂閱開箱 我們是101萬開箱 6月多的時候就已經收到這一塊金牌了 你已經快要一個月了嗎 就丟在旁邊 沒有時間開箱它 都長灰塵 對啊 跟之前那個10萬的比起來差很多耶 怎樣差很多我沒有發現耶 整個份量真的是差非常多耶 我拿到的時候就覺得好重一塊喔 除了它有比較大塊嗎 有啊有比較大塊 真的假的等下拿出來比比看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把它拆開來 等一下 這個百萬的啊 你怎麼可以用這種普通的小隻的 當時要用這種正重一點的 這麼大隻工業用的就對了 在派可老闆的監督底下 我們要把這個獎牌打開了 派可老闆有在看嗎 有耶 金色的會發金色的光嗎 我不知道 但是我記得是有一塊黑色的布在上面 不是黑色的 你看 就是有一塊這個海綿 跟10萬的時候一樣 打開之後才是重點 派可快點看 重點來了 打開 哇金色的 等一下 我記得上次是什麼 Rick還是誰幫我們包裝的嗎 仔細檢查過對不對 那這次是誰 這次什麼 還是Rick Rick住好久喔 謝謝Rick 彩鼠兄弟ZRBRAWS for passing 1 million subscribers 欸等一下 所以這次是有中文的耶 對 上一次我們那時候還沒有中文 欸我發現他 他也比較厚耶 然後一樣有一包這個防草 那個就不用了 真的比較大塊耶 對啊 你看跟10萬的比起來 10萬的比 10萬是因為我們還有 自己錶框啊 加框 所以才這麼大 實際上他比較薄 也比較小塊 謝謝一百位 欸一百位 謝謝一百萬位觀眾的訂閱 那這次為了紀念 拿到這個百萬獎牌啊 我們還是有特別 進棚去找 專業的攝影師 來幫我們拍照 然後那個攝影師很厲害喔 他叫林真 他是專門在拍一些 流行雜誌的攝影師 我們上一次的蘇伊 其實也是他幫我們拍的 但是我就在想啊 這個一百零一萬訂閱啊 到底代表的是什麼意義 我去算了一下 一百零一萬個訂閱啊 等於是要在 小巨蛋開 八十四場的演唱會 這麼多 那我們觀看時數啊 有五百六十九萬個小時 等於 二十三點七萬天 年啊 六百五十年 所以等於說所有的小尾巴們 在這個頻道上面花了 六百五十年的注意力 然後現在總共有六百四十五支影片 然後七千八百萬次的觀看 其實我們這次也整理出來了 頻道的十大之最 十個 最什麼最什麼的影片 最多人觀看的影片 是這一支 唐番鼠FQ第三十集 六百秒學股票 到目前是 兩百一十五萬次觀看 所以他是我們頻道的招牌 對啊 就是進來就是要點這一道菜就對了 六百秒學股票 這一支啊 同時也是最多人按讚的影片 一共有五點七萬個人讚 那既然佔這麼多 他的分享數也很多 也是最多有六點二萬次的分享 再來就是 最多人留言的影片 這支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就是 柴鼠觀察日記的 九十九天挑戰的最終回直播 那後來我想說 因為他是直播啊 直播的時候 那時候大家的留言啊 即時的留言 其實都算在裡面 總共有一千一百九十七則留言 最後一天我們就拿起來 畫上最後一個X這樣 然後謝謝大家 九十九天的收看 就是一個儀式就對了 然後終於可以休息 講了幾個最好的 那我們要講比較不好的 最多人不喜歡的影片 康番鼠看書第二十六集的 為什麼有錢人的家裡看不到衛生 這支影片應該就是 講很多那種什麼有錢人的 都用什麼錢包 比如說用長腳不用短夾 這支總共有五百七十九個不讚 那下一支是 最少觀看次數的影片 只有一千五百九十三次公開 就是這一支 柴鼠觀察日記 第五十一天的 在草原上聽音樂會 是不是去那個大岸森林公園 就是爵士音樂啊 然後我們就去那邊好像 Vlog 然後去那邊聽 然後那種拍這樣 又有點水啦 我是說啦 接下來是我們 最早期的第一支影片 就是頻道開台的第一支影片 是這一支 哦 不過這支影片不只是這個 畫面上這個東西 還有什麼 我們將來要做什麼 比如說小提琴啊 做菜啊 什麼什麼之類 各式各樣的 但是你看這一支啊 其實真的很簡單 他連封面都沒做 後來發現他沒有封面耶 對耶 我記得我這個時候啊 還不太會剪片 我剪片也是從這時候才開始 那時候是你比較會剪片 我完全不會 我是從零開始學剪片 講完最早的影片 還有最早的業配 這一支 Food Panda的聖誕交換大餐 這個剛好也是在 柴鼠觀察日記的第90天 所以我們做了很久到 應該有半年之後才接到 第90天 所以半年多就接到一支業配 所以Food Panda算是我們 第一個乾爹 那還是在這邊要感謝一下Food Panda 最後來講一講我們自己 印象最深刻的影片好了 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一支影片 應該是這一個 就是柴鼠凱斯的屏東海生館睡一晚 這個今天很特別 那天晚上真的是睡在那個地板上 記得我們是睡在白金館附近 不是 還是睡在鯊魚什麼 不是 我們睡在哪裡 我們睡在沉船區 是喔 對我會配在沉船區 睡在一個很像鬼屋的地方 而且他那個晚上真的是完全關燈的 對啊 接下來另外一個我覺得比較有印象深刻的 就是這個小琉球系列的 其實剛好是接著海生館 對我們也是第一次去小琉球 對那也是第一次去小琉球 然後小琉球這個會這麼印象深刻 是因為那邊的風景很美之外 拍攝過程也很辛苦 就是攝影機拍之外啊 還有 還帶空拍機 對還在那邊飛空拍機 但是就是拍到很多很不錯的畫面跟美景 還有一個就是我覺得比較特別的經驗就是 專訪 喔這一次真的也是很特別 哈哈哈 就是 湯番鼠看書第27集 我們親自去專訪的紙袋筆記的作者 然後就Caro 然後我們真的是現場訪問他 超緊張的全英文訪問 對他剛好來台灣啦 就是做這本書的宣傳啦 接下來講一下 最難拍或者說是犧牲最大的影片 第一個 我覺得 犧牲最大最難拍的應該是 這麼多肉這樣子 哈哈哈 這個是在那個華山嗎 華山大草原那邊嗎 冰最難拍了 那時候是夏天 對 我們用那個寶冰箱帶去 拿出來說他已經軟軟嫩格格了 吃的時候就一直滴一直滴 所以你可以拍的時間非常非常的短 對啊 就立刻把衣服脫掉 然後就開始吃 然後要擺動作 對啊 還要評分耶 還要講說吃起來感覺怎麼樣 然後路人好像走來走去說 吃什麼東西在幹什麼 哈哈哈 為什麼 為什麼沒穿衣服在吃冰箱 這個心震很大 然後也很難拍 嗯 那接下來是 這一個 我覺得也是犧牲很大 就是 猜鼠開吃的裸肌藍的秘密 因為他說他有防曬的成分嘛 所以我們也是特別跑到了海邊去 這次還有飛空拍機耶 對 我想說為什麼拍一個保養品還要飛空拍機 那因為難得去海邊吧 還有一個犧牲更大的 但這個就不是拖 這個是穿 他很可怕的東西在身上 在人非常非常多的地方 穿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然後就在萬聖節的時候 這一個 萬聖節的變裝快閃 真的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回去看 我怎麼做得出這種事情 而且這個還有兩集耶 上下集 而且我們是把西門町的 UNIQLO的前面 應該是說那時候還是在嘗試的階段 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所以就 豁出去的什麼都願意試 這樣子 完全 不要臉的那種 很尷尬啊 尷尬到破表 所以你是不是覺得經過這一次的 這個磨練之後 以後再也不怕尷尬 對啊 對 以後不管怎麼尷尬 我們都做過了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百萬訂閱獎牌的 特別開箱影片 主要還是想 跟各位小尾巴分享一下 我們的喜悦 最重要的啊 還是想要藉這個機會 感謝大家這六年多來的支持 跟持續收看 記得啊 剛創立頻道的時候啊 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 可以拿到另外一個十萬的獎牌 然後那時候我還開玩笑有算過嗎 說如果以當時一天 平均十個訂閱來計算的話 我們可能要花 二十七年的時間 也就是要做到五六十歲啊 才有可能拿到十萬獎牌 所以百萬獎牌 那時候根本就不敢想耶 所以現在可以提早拿到這個 百萬訂閱的獎牌 真的是 百萬小尾巴們 一人一個訂閱 一點一滴累積出來的成果 最後還是再次感謝大家的 訂閱和肯定 派可老闆和柴鼠 也會繼續在YouTube上面 創作更多優質的影片 來和大家分享哦 謝謝各位小尾巴 金色的老闆 所以才有金色的獎牌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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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